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香港的事太過厲害了 今天的娛樂,我覺得這件事只是當花生食 也是的 安心出行,大糟糕 大糟糕了 今天就第一天,大家都知道什麼事了 說到在政府核下的事,你進去吧 都要用這個安心出行 大家的花生最招於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之前說過,大糟糕了Sinder那些死貨 現在說到老人家 昨天,哈佬衛不是出去裝鬼 出去買手機,突然是富貴 買什麼手機? 富貴貴 就是買那些智能智能手機 純粹是用到安心出行 最重要是安心 老闆這麼說 他說什麼都不要緊 那些老朋友說不要緊 最重要是便宜 當然啦,最重要是便宜 本來鴨記,那些人去了鴨條街買 鴨記那些街邊檔是最多這些機 老闆打算放在那裡 幾百元 打算拿來攝登腳 除非你拿來偷跳 偷跳也不用用智能手機 用普通電話也可以 最重要是現在突然之間 很多人衝到來用 當然是為了今天要入街市買菜 那些老人家 有網民,我們昨天說 我想不想上網 安心出行 原來不用 原來不用 不上網也追蹤到你? 不是,他不是 他有個紀錄在裡面 哦 即是警告過 總之到時候 真的要找到你 那時候 就會警告 你在裡面有個數據 即是有個數據 你顯示過你曾經入過這裏 幾時幾月 好了 到你真的 他要找這些人出來的時候 他經過安心出行 可能再找這些資料 究竟有沒有人 那你不上網就怎麼找回來? 什麼? 你不上網 你掃的那一刻就不用上網 你掃的那一刻就不用上網 他找你就 即是之後他找你 他就有辦法在後面 總有辦法 對,拿你的資料來看 不是啊,你很好笑 你說不追蹤 不是,怎樣 我覺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嗯 我覺得 我自己作為一個市民 我追蹤也不怕 我是奉公修法的人 喂,那有什麼事 那你當然告訴我吧 老實說,之前我試過 用安心出行 是試過響的 那一部手機 就說叫我快點去強檢 嗯 他說其實 就很難忍悔 他的字眼就寫到 強檢 因為我去那個美食廣場 他就說 哇,外地輸入 走魂十九區那個人 接著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去呢 因為我其實那天就沒有進去 我只是在外面 嗯 有一間中醫 中醫人 什麼把脈那些 他在美食廣場外面 就是那個吃過飯的確診者 接著我安心出行 因為進入那個區域 響了 跟我說 14天內 有人去過脈脈脈 所以你就要這樣 這樣跟我說 哇 我上網看 是不是就是強檢 糟糕 然後上網找到 很隱悔 字眼說到是你 一定要驗 嗯 嗯 但是因為我一個守法的人 我要去看看我有沒有犯法 我不去 我怕我被人拘捕 是 找不到的 就是他建議你 他強烈建議你 是 就是你如果中了 就是會這樣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現在 才有這個安心出行的人 是啊,因為其實有些人用 安心出行 有些人又不用 安心出行 填紙仔 那首先 現在統計處有說 就說 哇,正了,發達了 終於做到他們想做的事了 安心出行 下載量急升 說到已經有多達600萬人下載過 這麼厲害? 是啊 我要先賣個關子 我怕那些人說 我們掛羊頭 九九講了四分鐘 因為真的有 他們自己有被人拘捕了 是啊,其實是剛剛好新的新聞來的 是 本身呢 聶德權 即是我們的局長 就說到 因為大家都明白到 那些老人家 或者那些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人 未必適用安心出行 未必有用到電話 最初呢 就會放寬處理 是 怎樣放寬處理呢 就是 看看可不可以靈活彈性 就是有少少寬限給大家 是啊 誰不知呢 我們看得到 那單新聞 剛剛做 就是剛剛新鮮的 就說 入境處那裡 就抓了兩個職員 其中一個是審計處職員 兩名入境處職員 抓了五個人 懷疑用這個假的安心出行 是 最新的消息 你說所謂的寬限 我想都是寬限一些 叫做老友記 剛剛新用手機 或者是一些很窮困的人 例如有些露宿者 那你這些本身是打政府工的 食君之陸,擔君之舟 為什麼我不明白 你既然在入境處做 入境處職員 那你都 習慣的 你知道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被抓到 做犯法是不對的 但是你為什麼要挑戰政府呢 你本身已經是打政府工的 嗯 第一件事 你打政府工 那你應該是 政府實施什麼 大家都應該是 第一批互相配合的人 應該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相信那兩名入境處職員 不是65歲以上 因為65歲以上 才可以豁免嘛 12歲以下才可以豁免 是的 好了 不要緊的 你擔心 就像那些老人家那樣 很聰明 去押記買多部電話 是的 沒有所謂的 你怕 有什麼要怕 我經常都說 好像我的朋友 已經在群組裡說 嘩 又要想想辦法去 想到不要被他們追蹤 當然 我經常都說 你沒有辦法的 你踏入腳 在這個先進的國家裡面 沒錯 你是完全被人追蹤 哪怕 你在美國 哪怕 你在英國 哪怕你在哪裡 你有些地方 找不到你 什麼非洲 大草原 那些大草原 那些 就未必找到你了 那人 有什麼很擔心 如果你是奉公守法的人 我基本上 我只是在這個地方做生活 生存的話 他說 他要我先走 我先走 是啊 那現在 你要去安心出行 就先走 有些人是很拗勁的 你拗勁 你一下子就不要出街 是啊 但現在不是 你連買東西吃 你都要去用安心出行 那時候 你只餓死 是 對不對 你不去街市 你去街市 你去街市都要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問題 那些人的鬥氣 因為那些節目 都不是太多人看 幾萬 香港有幾百萬人 是不是 其實很多人 我有時候有講 我的朋友的心態 基本上我覺得都是一樣的 我說 你為什麼填紙仔 他說 不喜歡 不喜歡讓他置外變 我說 那你填紙仔不知道嗎 知道的又怎麼樣 然後他說 你平時有沒有填紙仔 有時候填紙仔 我說 那有什麼用 不要管 總之我不喜歡配合 我說 但是沒有意思 他就是一樣 他說 你不要管我 我可以選擇 他說他喜歡這樣 但其實很無謂 他不是抗議 他反叛 是 等同 這件事就是 有些人說 你這些人 什麼民主自由 有什麼好 什麼普世價值 說一點 就是帶開一點點東西 當你那些人有得選擇的時候 就會立暖,好像亂來 這個是他的自由 他以為有得選擇 不,這個是他的自由 他可以,甚至乎 明明A是對,B是錯的 他都特意選B,因為學你說真的包含頸 是呀 或者好和不好,不要說是對錯 或者有一個好一點,有一個差一點 他特意選我差一點,來激你去做這些事情 性格? 有的,外國是有的 英國已經試過一宗了 已經是脫歐的問題 因為之前那些人懶惰苦惱 懶惰不出來投票等等 出現了一個問題 接著到最後那些人 或者說脫歐好,脫歐好 或者各樣各樣 接著那些人最後對投票結果 想著說不可以,我們不要 不要脫,還是忘了是怎樣 總之對結果不滿意 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那些人不理會 隨便投票 或者是沒有出來投票 不關自己的事 好了,結果出來 你為民主國家是這樣的 你要認同那個結果 對呀,少數會崇多數 你還想推翻結果 不行的了 哪有這樣都可以 輸太贏妖 是不是呢? 那不如走回中國 很簡單 是不是呢? 北韓的制度是最好的 金正恩說什麼 就行做什麼 要是有這些 我自己覺得 等同你的說法 安心出行 既然大家還在這裡 在香港生活 歐洲的人都說 都要做這些 健康QR Code 周圍都要有 防疫 無論如何都要做 我覺得大家 你用多部電話 多部電話 在身也好 做吧 做了先的 正如你所說 你做了些事情 讓威人進去 不如先做好自己 好笑 他現在 你始終 這樣說 不是說政治 我說一個人 理不理智做這件事 即是好像 你不托我老爸 你不托我老爸 你跟他說吧 你可以反抗 即是你反抗我老爸 他不是 他現在一件事 就是怎樣 他現在不用安心出行 用假的 他被人拘捕 被人罰錢 被人監禁 現在你不托我制度 你不托我老爸 即是你不托你老司 或者你不托外面的人 然後我自己戒手 我自己傷害我自己 即是別人叫你不要這樣做 你可不可以我絕食 我自己插自己兩刀 你搞不定 你對他沒有傷害 你影響不到他 你影響到你自己 這是一個不理智的行為 當然你可以說 我正如之前所說 這個政府你做些事情出來 完全沒有去想過 究竟有多擾民 一會兒我們可以說說有多擾民 都擾民 但是你不配合去做 他有機會去告訴你 剛才說不配合的 他們是有能力配合的 如果正常一個市民 你可以安裝得到這個APP 你不去按 他告訴你 他就大條道理 我們去配合他做 然後發覺 這條條不成功的 就是他的問題 即是我們將邏輯性思考 不要改變概念 如果不是到時候 他就說我做了這些事情 打算方便你們 接下來放寬限制 但是你們不配合 這個政府 一向都是這樣的 做事 先罵人 先委過他人 但是我們現在先配合 先配合他 但是到最後 發覺是不成功的 問題是可以告訴他 我們才可以大條道理去告訴他 你也說起 這件事 很不方便 做這些APPs 以六人家來說是不方便的 是啊 我看到這宗新聞 今天也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 剛剛開始實施了 是啊 一定 總有些阻滯 對的 阻滯是可以預計得到的 證明政府沒有怎麼想過 第一件事 就是 早上去街市買菜 說到今天 入政府大樓食環署街市 以及公立醫院 都要訴安心出行 今早 這個深水埗北河街街市 外面 就排滿了獎者 不知道以為會不會排 是啊 就說大部分人 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是 因為他們沒有智能電話 亦不懂得填方 那你說怎麼買呢 怎麼買菜 那之後 之後 不懂填方不懂字 那些老人家 眼睛又未必好 那也是 你知道那張寫字 那張寫字 那張寫字 我看也未必看得清楚 何況那些老人家 一來 新的東西比較難接受 不知道怎樣 有些人是不懂填的老人家 填方這件事比較差 馬飛也要玩 是啊 你畫號碼也不懂 對不對 很多人抱怨 就說 乘地鐵也有人多 為什麼街市只要強制 訴安心出行 你現在才來講邏輯 是啊 然後呢 又有太多獎者在選擇填票 要派 一聲派出一些中文 form 要派一些英文 form出來 啊?英文 form? 是啊 因為沒有中文 form 中亂 你證明 只是說到這裡 政府 我都說了 離地 他是為做而做 不要緊的 你做不緊的 你都要思前想後 你們做一個決策者 你實行這套事 你要快點通關配合內地政策 是 內地為什麼做得到呢? 為什麼內地的事情可以想得通呢? 為什麼別人沒有那麼多這些問題呢? 我難聽說 我不相信 香港和內地的人 差距這麼遠吧? 每個人都要去街市 街市是一樣的 香港人讀書的水平應該比大陸高 我當你一樣 我當一條線看齊 大陸做到為什麼在香港做不到 為什麼呢? 很多事情都沒有想清楚 沒有安排 你推出行 推出這個條件出來之前 會不會首先幫助老人家 即是他65歲以上 或者可以豁免 如果有一些還不行的 或者又要填紙仔的 或者他應該想辦法搞呢? 因為以我所知 內地不是65歲以上都要豁免的 全都要的 健康碼基本上每個人都要的 不是他們用慣了 用慣了那些智能的 那些 所以 我覺得香港的配套都未夠做得 他們慣了幾年 用那些 就是 那些 電子貨幣 對 對 你不懂都會玩到你懂 對 現在就 你叫那些老人家 那些上網的人 根本上年紀大了 他是抗拒學習的 當然 現在比賽之前已經比較普遍了很多 那香港政府 或者你這麼多社會福利署 或者地區服務 他是不是應該 找人去幫人 首先 幫一些老人家 或者幫一些不認識人 對 你應該要這樣做 如果你接下來 你去街市 明天 你就要按這個按鈕 然後開這個按鈕 這樣就可以了 先搞了這件事 對 你起碼教識別人怎麼用 貿貿然 你拿一袋子 老實 我覺得這袋子肯定是廢 廢物變了 紙價又貴 在那裏產生廢物 是不是多餘 又說數碼又說 習大大說要享受中和 源頭減廢 你所有事情都在那裏做垃圾 是啊 那你見到那些人 始終 街市那麼多人 你變成了 總有流亡之餘 安心出行 沒有填紙 那又怎樣呢 對不對 說到 又說 唉 很麻煩 現在 有些老伯 又說要帶你老花鏡 看不清楚才去 去 去入個街市 又說 說到 又拿好一袋子回家 蛤 像馬飛一樣 先填定先 待定在門口 方便 待定在身 有什麼事 走進去就少一張 其實那個意識 都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是啊 有人在那裏罵 就說 唉 比搭火車還要搭地鐵 還要搭地鐵 不是啊 說真的 你要方便的 你搭八達通就行 跟八達通公司合作 他又不是 他是要做智能 他是要做健康碼 嗯 是啊 有些事情 這樣就在大埔街市 同樣有市民 抱怨 要過幾關才到街市買菜 是 有個叫馮小姐 被受訪者 就說 剛剛忘記帶電話出街 要用身份證登記 唉 這麼麻煩 早又不玩 現在才不玩 林鄭月娥衰格 林鄭月娥最厲害是她 就是說 妖民 你的政策妖民 你做不到很方便 你同時又做了一個追蹤效果 是啊 其實 真的 香港 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都是火燭鬼 什麼叫火燭鬼 即是急 你進去街市 咦咦咦咦 就走出來 香港的節奏 不知所謂 你還要在這裡 搞到 在門口搞一大輪 差不多要做安檢 才進去街市 不買了 我不下去買了 那些人是這樣的 然後你搞到裡面 當口的生意 超市是不是 安心腸 超市不用 暫時不用 街市就要 街市就有毒 說政府 對 說政府下的場所 今天我看到一則新聞 也是瘋 總是做得比較壞 就是 那些人 這些也是 是 也是奇怪 有一則新聞 說有人 有阿姐 是 去法院 就說 入了高等法院 之後 就忘記拿了電話出來 好笑 然後 保安就堅持 他說 你要安心出行 才可以進去找失物 喂 那是怎樣 這裡不給食煙 你不打我 我投我就不吃 這樣 整件事 又是找來搞 那些事 在那裡 盲便 盲便 你讓我進去 我就拿回電話 你拚了安心出行 我就讓你進去 我拿回電話 就拚了安心出行 只有一個吵字 只有一個吵字 是啊 對呀 說到說 保安還要好笑 我跟他說 你不見了電話 那你要先報警 然後 可能去警署 又要到安心出行 然後我都沒有電話 就怎樣報警 走去警署 你讓我進去 拿回電話 就是很多事情 那些人 香港的人 都是 保安有時候 尤其是阿叔 阿姐 上頭叫他這樣做 他就做機器人 機下人 嗯 你一定要吐 吐沒得進去 所有事情都不懂 有酒棧 沒有酒棧 那些東西是死咕咕的 嗯 硬頸到爆 你想想 接下來 他說還要搞健康碼 搞這些叫做 什麼 有追蹤功能的安心出行 怎麼 中立立聯 我覺得中立立聯 是啊 所以 之前 建制派那一堆 說林鄭 做一些政策上的推行 完全沒有問過建制派的 是啊 基本上 我們沒有份想的 他自己說一試 他說走一走 你看得到 如果你問一下 執政黨 或者比較貼地 地區性的工作的人 你先去了解這件事 他急到這樣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急 突然之間 他想通關 但是 他想通關了很久了 通關 香港現在不可能跟你大陸通 接下來我們講的中國新聞 大陸爆到九彩 大陸 上海迪士尼都封了 這些 其一 其一 其二 你這麼急 每次說通關 不是香港爆 就是外面爆 是啊 沒有好東西 既然如此 不如先想清楚 慢慢做 香港市民 經常覺得 你談了這麼久 都沒有什麼 當然 整個政府 由第一天開始 疫情緩和之後 一直沒有意思 他沒有想過通關 他沒有想過通關 要搞很多事情 因為人民不表演 好了 到現在 他要想通關 他想跟別人通 他又 原來你上面這麼複雜 要搞這麼多事情 我現在還沒做 那些事情還沒準備好 那些事情還沒準備好 那些事情還沒成勢 給人的感覺上 隨便把事情弄好 你要ABCD煎養三寶 好 我先把事情弄出來 你能否吃得到 我告訴你 香港市民反反感 我不知道 總之我做了出來給你看 那你膚險了事 媽媽膚到這樣 做事不行 那現在看到香港市民 昨天有線新聞 都對政府有點不滿 吳女士說 政府說是用大數據 不會追蹤資料 吳女士說 她說那些廢話 她說你也相信 豬腦會上市 對政府也沒什麼信心 其實我也說 但我不介意 明眼人 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正常人都知道你會追蹤 你不要矇人 矇人 矇人都找個好藉口 我經常說 你用防疫角度 去跟別人說 你會追蹤 為什麼要追蹤 接受能力會很高 沒有問題的 追蹤沒有問題 我們不是賊 對 因為香港人普遍會接受 當然有些人會說不行 好像有些朋友 死都說不行 你的電話本身 你用智能電話 你已經寫上衛星 你對到導航 你會知道 Google也知道你在哪裡 現在要做什麼 但是純粹我用我的角度去想 如果我去做 等於健康碼很簡單 香港市民 我會追蹤 你去到哪裡都要用健康碼 或者安心出行 一定要有 你不用 可以的 總之 我指定的地方 你沒有 你不用就犯法 講完 但香港全部地方都要用 那你用不用 用 其實真的好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不安裝 你留在家裡 對 所以 沒有問題的 你怎樣提供 這件事 怎樣推銷這些東西 沒錯 經常做一些 油泡琵琶 悶傘念 裝神裝鬼 裝神裝鬼 對 不知道你以為好事 其實是陰招 跟你說的這些東西 阿姐都知道 阿姐都知道 阿姐都知道你 我經常以為自己 我們很聰明 是不介意的 我知道你什麼 阿姐都知道 原來 你隔著尾巴 整個香港人都知道 你香港政府在做什麼 不用這麼難看 你開成報告 說出來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香港市民反對也好 或者有聲音也好 你可以說 沒有反對 哪有反對 你好像現在你安心出行 你不打針 可以 不可以喝酒 那些 每天都抓人 有沒有人出來反對 他的生意是不好的 每天都博 那怎麼辦 是啊 那沒有的 你犯了法 就罰錢 他都要做的 你不喜歡做 他的政策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 不用壓力騙他 我們這些 說實話 難道跟你說 我又這樣說 你不用安心出行 現在香港還沒有說 要打靶 你不用安心出行 不用打靶 罰錢而已 你還沒有說 強制全民要用 就算你強制全民要用 那又如何呢 到最後 他不強制 他用員工去強制你 用我的辦法去這樣說 你等同你坐車 那樣好像 就像百勒通一樣 對 那你到最後 你都很快地用 梁振英說 真的不用搞這麼複雜 你安心出行 告訴你 買菜便宜兩元 你坐車便宜兩元 個人便宜到去用 有好處 頭三個月 總之 現在用全民安心出行 總之 你每天 搭交通工具 一搭一下 就有兩元 減兩元 哇 每天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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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搭出街 鼓勵刺激香港經濟 是啊 真的 有時候 香港人很熱 其實大家要求的 很簡單 就是大家要求的 簡單的事情 搞到這麼複雜 是啊 連街市買菜 買菜的 阿姐都知道 你香港政府做什麼 不用做都這麼迂迴 不用遮到 神神秘秘 這麼多多 整個心裡覺得 那樣他們會反抗 搞亂了香港 還麻煩 就是 沒有事 找事來做 對 打針你就會哄 對 懂得做一些誘因 這些你又不懂 對 他經常在那裡 說別人 覺得他 那些人出來 反對 說我們政府有陰謀 沒有 不是 阿姐都知道你有問題 不是陰謀 你現在做正事 這是應該的 不是 其實心中有鬼 是政府 阿姐都能看穿你的鬼 那時候 香港市民沒有問題 街市的阿姐都看得出來 對呀 香港政府做好一點 直接一點 有時候 不要這樣 鬼鬼祟祟 你要做些事 是對的 真的失禮 你要知道自己是對的 叫我林鄭對於發鏡 跟自己說 我做的事是對的 做些事一定要支持 是對的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對的 他找一些民建聯 聊天 你說怎樣夾 可能在我後面說 對呀 你怎樣夾香港人用 有什麼方法 那你就談 不要說我夾 對呀 令到香港人 每個人都會用到 對呀 那就跟著蛇齋餅種 對呀 投票你都懂 所以 地區工 所以怎樣去 政治的事情 就是這樣聊天 對呀 你政府放少錢過來 給我民建聯這邊 對呀 接著我幫你蛇齋餅種 對呀 在你門我門 對呀 你門我門 擺到那個門 真是半透明玻璃 有什麼好意思 對呀 希望大家都不會太過煩惱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用的 安心場 他都沒有請我做KOL 我都告訴你 你不用怕 是 你怕就怕我Google Google 你都不怕 你打那種大陸遊戲 你都不怕 你怕安心出行 最後講的一件事 對呀 大家真的不要用假的 不值得 當然 真的不值得 你不喜歡這個同學 外面的外經理 你不開心 你自己戒手 你是不是愚蠢 你自己受傷 你自己罰錢罰你的 沒錯 你做不到任何一件事 就是那個反抗 你做不到 你給他 你真的傷害你自己 對呀 給他拘捕你 你更麻煩 笨 錢很難賺 沒錯 今天時間到這裡 謝謝OK仔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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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